像中国人一样,学词计词。 大家好,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学习HSK五级词汇根字记忆法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海的词语。 海我们都学过,蓝色的大海,舒服的海风,白白的海浪等。 可以说,夏天我打算去海边度假,海上有一艘船正在航行。 口语中我们可以说海,而科学性的文章中或在正式场合常常用海洋。 可以说海洋馆、海洋公园、海洋生物、海洋资源等。 例如,地球上71%的面积是海洋,29%的面积是陆地。 再比如,很多国家都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。 海洋中有很多鱼、虾等新鲜好吃的,我们把它们叫做海鲜。 可以说,吃海鲜,买海鲜。 例如,去青岛一定要尝尝当地的海鲜。 还可以说,海鲜市场里有各种丰富的海鲜。 那么,哪儿的海鲜最新鲜呢? 当然是靠海的地方,我们称为沿海。 沿有顺着、靠着的意思。 可以说沿海城市、沿海地区等。 例如,近30年来,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。 沿海的地方还可以叫海滨。 滨的意思是水边。 可以说海滨城市、海滨公园、海滨旅馆等。 例如,那家海滨旅馆在旅游旺季价格很高。 沿海通常指的是地理上的。 海滨则是跟海滨城市的特色以及旅行有关。 从古至今,海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往的重要方式之一。 所以海外指的就是国外。 例如,我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,常年在海外工作。 对于国家来说,本国人和外国人出入,就需要经过海关的检查。 例如,出国时,在机场要自觉接受海关、检查护照、签证、机票等信息。 再比如,如果你携带了两万元以上的现金,就要向海关部门申报。 申报时,海关工作人员会要求你填写这样的海关申报单。 对于所有陆地来说,海的水面是差不多的高度。 所以可以用海平面作为标准,计算山峰、陆地的高度。 这个高度我们称为海拔。 这个词的构成很有意思,山、陆地就像是从海上拔出来一样。 例如,这座山的海拔是三千米。 再比如,这个地区海拔很高,呼吸有点困难。 最后,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海的词语。 首先是海洋。 海洋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海鲜。 海鲜好的地方是海边,叫沿海或海滨。 海一般是一个国家的边界,例如海关。 海还可以是测量陆地的高度,例如海拔。 以上就是HSK词汇中关于海的词语。 所有的句子和更多的练习都在网页下方,去反复学习和练习,你会记得更清楚。